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大陸近年性醜聞不斷,最近有消息,驚爆中共安習在南京大學的黨幹部性侵女學生,令她是壞人流產,南京大學也證實了這件事,但強調不清楚整件事到底是怎樣, 但就已經成立了調查小組去核實舉報的內容,相關輿論在網上亦很厲害,大陸江蘇南京大學早前傳出,有女學生比老師性侵,和壞人流產,當事人多次向校方舉報,亦沒有下文,去到11月4日舉報信就發去全國所有985高校上, 亦都在網上講為流傳,事源就是今個月,月頭網絡上就是一則南京大學女畢業生舉報給老師性侵,流產的帖,引發大家的討論, 舉報者就是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的黃姓女畢業生,被舉報人就是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黨委副書記周恆, 王姓女畢業生在舉報信中說,實名控訴自己在2018年就讀學校時被政府管理學院黨委副書記周恆做了性侵動作, 根據她們的微信,聊天截圖顯示她曾經是同老師求饒的,就說老師你放過我啦,我受不住啦, 想不到這個周恆竟然說,她說都不是處女啦,就不要裝清純,就明天來我辦公室一趟啦, 如果她不肯,周恆就會用這個休學去威脅她就範,而舉報信亦透露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裏面, 是充滿著告密的文化,就缺乏有擔當的領導,南京大學政管學院和國際關係學院就被周恆搞到軟脹氣一團糟, 她說周恆啦,壞事遭盡,就要騷擾女學生,排除異己,拉幫結派, 另外,王姓女子也拿出了一張2018年12月12號醫院所出的診斷證明書, 她就證實自己就診斷成為早孕人流, 遠方就描述患者正常任診10個禮拜就要求終止任診,她曾經這樣講, 說過去周恆非常之咁相信她,等她加入一個南京大學的政管學院學生會擔任幹部, 亦都是幫她做了好多壞事,不過現在經過徹底反省, 就做出了一個舉報她的正確決定,檢舉的事項就包括導致女生懷孕流產, 碩士論文抄襲,博士論文抄襲和給同學多次檢舉和微博辱罵中國領導人等等。 根據了解,周恆長期在南京大學做事已婚,曾經在南京大學人力資源處培訓辦等部門做事, 2017年擔任南京大學政管學院副書記,現在做國際關係學院黨委副書記, 隨著這件事繼續發酵,南京大學11月8日透過微博,發文表示, 近期互聯網出現對他們學校政府管理學院周某相關問題的舉報, 學校黨委高度重視已在第一時間成立專班調查核實, 亦都是根據調查結果依法規處理,亦都是感謝港大網友對南京大學的關心支持, 就說一如既往真誠地歡迎大家對他們學校的輿論監督, 就等於證實了這個傳聞是真的,又發生了一宗這樣的校園MeToo事件, 不過有人透露了,王姓女子,現在在美國求學的, 之前透過其他在國內的同學四次向南京大學幾位拾名舉報, 但信件石沉大海,下方都未曾給過任何回應, 不少中國網友都不滿南京大學今次的回應, 還有網友更加是講了,說這麼多年, 這些事都發生過不少,每次都不了了之, 再不是暫停招收這個研究生,風頭過了又沒人記得, 那又有什麼用呢? 那去年周恆已經是被十六個師生聯名舉報過了, 最後都是沒事,而周恆騷擾女性的惡名就已經叫做惡名超張了, 但校方都是沒什麼理道,現在搞大了件事就說要去查他了。 還有一名南京大學的本科生亦都留言在講, 周恆是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和國際關係學院最差的任副書記, 第一,好喜歡去規探這些師生的私隱, 鼓勵師生互相舉報然後捉住每個人的把柄為己所用, 第二,最喜歡調查,調查師生利用自己的黑色筆記本記錄下來, 周恆的行為具有欺騙性和嚴重性, 第三,亦都是喜歡威脅師生, 喜歡學生幹部和自己打小報告, 然後無意間講起你的黑料, 將你嚇到半死, 之後繼續好言去虧勸叫你不要和他惹事, 那就沒問題了。 之前好多間大陸媒體在不同角度亦都報道了這件事, 微博之乎等等社交平台亦都有大批網友討論, 有網友感慨, 先有讀教材, 後就有黑心名醫, 然後就有紅心蓮, 現在又來到南京大學, 教育系統應該是開展全國範圍的專項治理和教育整頓, 現在的老師有幾多個是真正教育人, 亦都有網友留言好了, 房間已經訂好了快點來, 不來後果自負, 還說不是處女, 不要裝清純, 竟然是一個大學黨委書記發給學生的微信, 令到人覺得好震驚, 而周恆亦都是學院黨委副書記, 他說他什麼壞事都做盡了, 論文抄襲, 玩弄女性, 他說這些作風敗壞的人, 竟然在學院任職領導職務簡直禍害, 還有網友表示, 他說這一種不是個別現象, 希望這一個舉報方式, 是可以真真正正的震懾到這類人渣, 他說在他這樣看, 這類女生可能是堵上了自己名譽、 學業甚至是違法風險, 是很缺絕地用一個壯烈又徹底的方式去維權, 他說郵件內容全面嚴肅詳細甚至規範, 是可以將一個人逼到這樣, 嘆為觀止, 這單案件其實已經在大陸做一個很大範圍的報道, 亦都傳得好行, 如果你說一個女生被人這樣性侵, 搞到懷孕甚至乎是流產, 而且這個人亦都不是自己一個喜歡的人, 亦都要每日逼不得對著她的話都真是幾慘。 好了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面留個言, 我們下集再見, 拜拜!